从被官方打脸的选手 到在裁判面前 公然作弊的选手 再到打假赛 被永久除名的战队 有时候 连职业选手 也会偷偷开挂 来帮助自己 快速取得胜利 然而 一旦这些行为被揭露 他们的声誉 会受到严重损害 甚至会将他们的 职业生涯提前终止 你好 我是阿佑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电玩竞赛中作弊被发现 以及他们的活该下场 你有遇过 哪些离谱的外挂吗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只是想放松 特战硬毫是由拳头游戏公司 在2020年推出的 第一软称设计游戏 这款游戏 在刚推出时 就引起了热烈反响 然而 就像游戏界的不变法则一样 游戏刚问世 就有一些玩家 企图透过作弊人体 来选求不震荡的优势 嗯 无论你走到哪里 作弊这个老问题啊 好像都是避不开的 不过 在特战硬毫中 作弊一直都是大戒 一旦作弊者被抓包 拳头游戏公司就是直接封设备ID 直接从源头开始 禁止他们开游戏 所以啊 他们就算换了一个账号 也不可能重新登录 除非啊 他们去买一台新的电脑 才有可能 就普遍理性而论 在特战硬毫中 作弊的基本上 都是普通的玩家 和一些想要炫技 搏流量的游戏实况者 但也有例外 2020年 特战硬毫官方 发布了一则重要的通告 宣布职业选手Fox 将面临永久竞赛的处罚 同时 还有另外一位名叫Week的选手 也面临相同的处罚 不过 AO今天只会单独点名Fox 因为他的故事 实在是太精彩了 Fox后来在自己的推特上 表示自己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大家猜怎么着 拳头游戏公司 防作弊软件的负责人 Matt Pauletti 直接下场打脸 他在该推文下表示 如果你会回来 下次请别再作弊了 有一刷一 这打脸的方式 真的太爽了 不要拦我 接下来 爱又要分享的 堪称CS Goalie 最经典作弊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 2018年的亚洲锦标赛上 无数个顶尖战队 聚集在这场赛事上 争夺高达10万美元的奖金 一般来说 当我们观看电竞比赛的时候 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无疑是 那些战队之间的高手过招 或者某位选手 出其不意的神操作 不是吗 然而 在这场比赛中 Opti India战队的选手 Forsaken和官方人员之间 你来我往的表演 却成为了最大亮点 比赛进行到一半 有人注意到 Forsaken的操作有些可疑 于是就叫来了官方人员 比赛也因此 暂停了20分钟 经过一番调查后 官方发现 他的电脑中 确实有一个 不寻常的程序在运行 令人更惊讶的是 Forsaken竟然试图 在官方人员面前 删除这个程序 不过最后 被官方人员制止了 进一步调查发现 该程序是一个 瞄准辅助工具 这是CSGO明文规定 禁止的外挂 但这还不是结束 调查显示 这个外挂 已经被多次启动 也就是说 这位选手 在很多场比赛上 都开了挂 最后 Forsaken本人 被电子竞技公正联盟 ESIC 犯爬竞赛五年 同时也被赶出了战队 不过后来 Optic India 也完全解散了 我就看一眼 大家有玩过 英雄联盟吗? 在这个游戏中 玩家会分成两队 然后透过各种战略 攻击对方 或者躲避对方攻击 争夺地图上的资源 最终推倒敌方的塔 就能胜利 但职业电子竞技战队 AzubFors 在2012年 找到了一个 更容易赢得 游戏胜利的方法 当时正值S2世界赛 AzubFors 对战Tim Solomid 那场比赛 从一开始 就一直出现技术问题 导致游戏多次暂停 但在暂停期间 AzubFors 的其中一位选手 Wong偷偷地 看了他们事后 巨大的屏幕上 投放的游戏画面 这使得他们可以 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就摸清对手的位置 Solomid 原本的作战计划 就完全暴露了 而AzubFors 最后也赢下了 这场比赛 比赛结束之后 当时的Tim Solomid的队长 Reginal 发现不对劲 于是便指控AzubFors 作弊 而英雄联盟的开发商 拳头游戏公司 调查后发现 AzubFors的选手 Wong 的确多次偷看屏幕 来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不过 这种有失体育精神的行为 只让AzubFors被罚款了3万美元 并没有遭到竞赛的处决 打假赛 接下来 这一支英雄联盟职业战队 更是重量级 大家光看标题 也知道这有多离谱吧 Dragon Gate Team 简称DG战队 是一支香港的 职业电子经济战队 母亲也为 香港渔业 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英雄联盟LMS 职业联赛主办单位 Garena 于2019年4月10日 接获举报 指称DG战队的经营者 胡伟哲 选手刘洋 教练范江鹏 及前教练李新宇 在2019LMS春季 职业联赛例行赛期间 涉及场外博弈 以及非常规游戏行为 影响比赛内容 用简单一点的话来说就是 DG的负责人 有下注参与赌博 于是要求旗下的选手 配合演出打假赛 以让自己能透过赌博赢钱 获取最大利益 不是 老兄 你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这可是职业赛场 不是游乐场 Garena高度重视此次举报 立即比对相关引导 对话记录等证据 并查看相关游戏录影 甚至找了DG所有选手 教练与管理阶层约谈 然后将调查结果 提供给拳头游戏公司 以做出裁决 最后 拳头游戏公司认定 四位被举报人 明确违反了职业联赛规范 并对他们分别处以 永久不得经营 英雄联盟职业或业余战队 以及竞赛12到18个月的处分 而DG战队也被LMS赛区 永久除名 事实上 DG战队并不是电竞赛事中 首次出现的打假赛案例 早在电竞赛事 刚开始兴起的时候 赌博投注和打假赛等问题 就已经存在 2015年 韩国知名 新海争霸2 职业选手LIFE 就被爆出打假赛的丑闻 LIFE曾经是一名 非常有成就的玩家 他在2014年和2015年 先后拿下 暴雪设计赛 全球年度总冠军和亚军 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 重组选手之一 甚至被誉为 赢得GSL赛事最年轻选手 职业生涯 获得奖金更是高达 32万美元 但是 在2016年 他的事业 迎来了滑铁卢 他因涉嫌打假赛 而被警方逮捕 最后 证据确凿 而被判18个月监禁 并罚款7000万韩元 暴雪也将其竞赛三年 唉 明明可以靠实力 赚取更多奖金 为什么要走歪路呢? 机器人代价 想象一下 一位自行车选手 并不是使用 利固醇或其他禁销来作弊 反而是透过使用一些 城市码 来取得不正当的优势 这听起来 是不是很离谱呢? 2019年 一位名叫 Cameron Jeffers The YouTuber 参加了英国 电子自行车锦标赛 并夺得了冠军 然而 数个月后 他发布了一部影片 坦诚自己 为了赢得比赛 不择手段的 以作弊的方式 获得一辆 虚拟升级版自行车 由于这一行为 他全国冠军的头衔 也被撤销了 大家应该会很好奇 电子自行车锦标赛 是怎么进行的吧? 这个比赛 有点像是游戏厅里的 赛车游戏 参赛者会坐在 ZIF游戏提供的 固定式自行车上 而整个赛道 则是一个虚拟事件 不过 Jeffers却利用机器人代价 获得了一辆 性能更卓越的 升级版自行车 该程序 伪造了他短时间的 骑行记录 这款特殊自行车 在游戏中 需要骑行达48小时 才能解锁 因此拥有 比一般自行车 更出色的性能 而这正是 他能够比其他选手 更快到达终点的秘密 最后 Jeffers不仅冠军头衔 被撤销 他也被竞赛6个月 并罚款315美元 非法组队 2020年 Epic Games举办了一场 要赛英雄邀请赛 搭配了高达 200万美元的总奖金 在这场胜回中 一位名叫 Seiko Sama的选手 出人意料地 赢得了亚洲区的冠军 然而 冠军的光环 还未稳稳地 落在他的头上 就有观战的玩家 举报说 这位选手 其实是通过 非法组队 才取得的优势 那什么是 非法组队呢 简单来说 就是Seiko Sama 在比赛中 暗地里 与其他参赛选手串通 获得不应有的 战斗利益 这些秘密协议的 具体操作方式 有很多 比如 不向Seiko Sama开火 或是在地图中 不为人知的角落 放置高级武器和资源 甚至 直接送头 用自己的装备 来养肥Seiko Sama 说实话 如果是爱又碰到 这种情况 绝对会毫不犹豫地 狂按举报件 这种行为 也太破坏 他人的游戏体验了吧 所以 Seiko Sama 最终被剥夺了 冠军头衔 奖金也被没收 甚至要面临 14天竞赛 我好紧张 APX VOID 在炉石传说的美孚社区中 是一位被高度尊敬的玩家 因其在直播和社区中 热情分享策略和卡组建议 被许多人誉为 法神 然而 他在2019年HCT预选赛 第七轮中作弊 被官方取消了 季后赛资格 泡雪在其官网上 仅简单地公布了这一决定 但具体原因和细节 没有进一步说明 APX VOID 随后才在自己的推特上 解释这一切 根据他的解释 他在比赛即将开始时 在裁判用聊天窗口 确认选手卡组的过程中 发出了一条 可能涉及战术线路的讯息 打战士 需要和他打疲劳吗 这在比赛规则中 被视为有作弊嫌疑 因而导致了 他的资格被取消 值得一提的是 APX VOID 本身后来在赛事中 表现并不出色 甚至在资格被取消之前 就已经失去了 晋级季后赛的机会 他表示 自己发出该条讯息 只是为了缓解 赛前的紧张感 想引起坐在他旁边的世界亚军 Frozen的注意 但Frozen当时正专注于赛前准备 没有注意到他的动作 尽管如此 APX VOID表示 违规就是违规 自己愿意接受官方的处罚 然而 这一事件也在社区中引发了争议 许多玩家认为 暴雪的处罚过于严厉 他们指出 这样的交流在开赛前很常见 并不应该被视为作弊 而更让人遗憾的是 这次事件不仅让APX VOID 失去了资格和可能的奖金 更是对其职业生涯造成了重大打击 甚至导致他被所在的战队开除 不过 对此他也是回应到 战队Peacebird Knights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开除自己 而是因为合约刚好到齐而言 嗯 真的有那么巧的事吗 全都是脚本 在追求胜利的道路上 总是会有一些人会不择手段 在2018年举行的DOTA 2 TIA预选赛中 南美赛区一个名叫 Thunder Predator的战队 被爆出利用脚本作弊 大家可能不知道脚本是什么 让IU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脚本简单来说就是一种 允许用户预设一连串操作的按键功能 通过简单地按下一个预定的快捷键 系统便会自动按照预设执行 一系列复杂的操作 也就是说 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表现出色的 操作大神 有可能仅仅是依靠脚本技术来达成的 Dunder Predator 原本是一支备受瞩目的黑马战队 在与SG和Pain Gaming的较量中表现出色 一路高歌猛进至胜者组决赛 然而 就在与SG关键的第三场比赛中 网友TRKing92敏锐地发现了 Dunder Predator队中的Attune选手 以极快的速度使用了米波的技能 引发了一连串的质疑和调查 经过Volv的官方调查 确凿的证据表明 Attune确实使用了非法的脚本 这一行为 不仅导致Dunder Predator战队 被剥夺了比赛资格 还使得原本被击败的SG和Pain Gaming 重新得以进入胜者组决赛 Dunder Predator 你为了让其他两队能进入决赛 你真是付出了太多 在一场要赛英雄慈善赛中 知名实况主Nate Dirty被指控游戏作弊 这场特殊的比赛活动 将知名实况主与NFL球员配对 目的是透过游戏 为各自选择的慈善组织筹款 官方为了公平己见 规定了选手们能在地图上着陆的位置 如果选手们在这个区域外着陆 那他们就会受到一次警告 如果收到太多警告 就会导致他们被扣分 最终使他们从比赛中被淘汰 但Nin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 他和他的搭档大卫摩根 表示不用去理那些警告 因为他们又没有直接被淘汰 所以就算着陆在区域外 他们只要走回去区域内就好了 在第三场游戏中 这对搭档成功淘汰了受欢迎的玩家 Chap这引起了不少关注 因为Chap和他的队友发现 这对搭档是从非法区域进入的 最终 Ninette Dirty和摩根 获得了比赛的第六名 为Sandrin儿童医院 和Sheriff's Youth Project 赢得了三万美元 对于这对搭档的行为 要塞英雄粉丝的看法相当分歧 有些人认为这是作弊 或至少是故意违规 而其他人则认为 他们是在仔细衡量后果后 努力赢得比赛 不管怎样 反正IU认为 作弊就是作弊 说再多也没有益处 接下来 AO要介绍的作弊选手 其实有点特别 他是因为太过出色 而被别人指控作弊 Gagary是一位在 斗阵特工界 极富盛名的选手 这位出生于1999年的 韩国少女 擅长操作角色 扎莉亚 并曾以惊人的 6.31级杀术 和80%的胜率 成为亚洲四辅气中 排名第一的扎莉亚选手 她在加入战队之后 便在多个韩国斗阵特工赛事 表现杰出 击败多个战队取胜 但她也因为杰出的表现 遭到落败队伍 指控作弊 2016年 两名专业选手 Alta和Strope 公开指控Gagary 在官方比赛中 使用外挂辅助程式 甚至挑衅地宣称 若她被证明是清白的 他们将退出职业赛事 但Gagary 不是异于妥协的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选择在一个 受监控的工作室中 进行直播 展示她尊重的技术 最终 不仅韩国的Blizzard官方 确认了她的清白 Alta和Strope 也退出了职业圈 遵守了他们自己 设下的规则 这场风波 不仅提升了Gagary 在全球的知名度 更让她成为了 斗争特工联赛的 首位女性选手 2019年 她甚至被 时代杂志选为 下一代领袖 2014年11月21日 许多老CSGO玩家 对这个日期 肯定有很深的影响 因为就在这一天 法国Titan战队的Kelly 遭到了VAC封禁 要知道 Kelly可不是 什么路人玩家 她可是身居一线的 明星选手 2013年 她所在的Claim Mystic战队 在ESWC大赛上 惊艳全场 一举击败了 法国王牌队伍 Vari Games 然而 尽管实力大增 包括后来Apex的加入 Claim Mystic 并没有在之后的大赛中 取得更好的成绩 但这并不影响 Kelly个人声誉的上升 2014年2月 当LDLC 吸纳了Kelly和Apex后 他们两人都成为了 这支队伍新的希望 LDLC在接下来的大赛中 表现出色 但始终未能摘得冠军 Kelly随后又转会到了Titan 说到Titan 就必须追溯回 2014年1月 当Vari Games战队 因资金问题解散后 Titan迅速买下这支队伍 并在不久后 就赢得了DH斯德格尔摩2014的冠军 就在大家以为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时 那场Veg封禁事件 犹如一颗重磅炸弹 炸开了整个CSGO社区 哦 哎呦好像忘了解释 Veg是什么 嗯 可以检测用户电脑上安装的作弊程序的自动化系统 如果用户连接到Veg安全服务器的电脑 终于可识别的作弊程序 Veg系统将禁止该用户 以后在Veg安全服务器上进行该游戏 这一下 不仅让Kelly职业生涯蒙上了永久的阴影 还导致Titan失去了参赛资格 Kelly后来也承认 他在公共服务器和比赛配对上 使用过作弊软件 但坚称 从未在正式比赛中作弊 这场风波激起了整个CSGO市区一时间的高度关注和争论 虽然事情至今依然有些半悬案的意味 但他确实在法国CSGO历史上 画下了一个无法磨灭的黑点 最终 这一切都导致了Titan队的解散 而那个一度被看作是未来之星的Kelly 则成了一个令人唏嘘的警示故事 如果没有Kelly的作弊 Titan能否在Major赛事上有所作为 这永远都是一个无简的谜题 你有遇过哪些离谱的外挂吗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